自从离婚之后,陈雨凡宣布了退出娱乐圈,但是又很快举办了自己的付出演唱会之后,就一直受到粉丝和网友们的关注。 尽管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,刻意耿刺陈雨凡说退出却付出这样的行为不够大丈夫,但是我觉得,陈家作为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家庭所忍受的委屈,是我们这些外人不足道也得说真的。 陈雨凡真的够拼的,自从宣布了和白百合离婚之后,工作几乎没断过,尽管没能去现场一睹为快,但是根据很多粉丝传出来的消息,陈雨凡为自己的事业,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工作,可以说是很拼了。 大概也是为了忘记离婚带给陈雨凡的伤痛吧。 但东邪吸毒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有时候你越想要忘记的东西,你反而能够记得很清楚,这不尽是。 陈雨凡就发布了一条微博,他这样写道,就算台下空无一人,我也会用心歌唱。 就算台下没有你,你已永远在我心中。 When Love,这条简短的微博其实很有意思,可以说是他写给粉丝的,也可以说他是写给粉丝的。 至于他为什么要发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,想必其中缘由,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。 所谓一夜夫妻百世恩,陈雨凡当初为了白百和甘心在娱乐圈低调好几年,坐在背后支持他的丈夫。 这样的付出,可能真的是深爱的人,才会懂得了。 一直有消息说白百和陈雨凡其实没有离婚。 其实不是还要被解析的缘方向。 感谢观看